登山步道竟然变成越野机车练习场吗 新北市瑞芳一处登山步道 最近被民众发现了 遭到不少越野机车直接的闯入 让山友们快气炸 另外这不仅会破坏生态 也影响到山友们的安全 志工所则表示 会在4月底前在入口设置告示牌 以及加装护栏 阻止车辆违规闯入 宁静的登山步道 突然传来巨大引擎声 一辆又一辆没挂牌的越野机车 就这样直接穿越登山步道 只见步道两侧 植物被车轮压过突然流失 还随处可见撞毁的零件 好好的登山步道变成这样 让山友快气炸 既然是登山步道 就是前提下车走路 这里是新北市瑞芳区小金瓜路头步道 现在被民众发现 登山步道变成越野机车的练习场 而且不止这里 登山客表示 附近的金瓜石地质公园 树梅坪等 也都被越野机车盘踞 我常在这边爬山 有常人会遇到 声音也是很大声 很大声的 因为它怎么是整群的嘛 我是觉得 因为这个是给人走的 当然你那个机车骑进来 是不对的 步道被任意闯入 瑞芳区公所赶紧前往会刊 表示4月底前 会在入口设告式排击 加状护栏 阻止车辆进入 若有破坏公共设施 或造成民众受伤等情形 警方能够依法就办 金瓜石拥有世界级景观 越野机车随意横行 生态和行人安全都大受影响 谢谢蔡志恒 新北报道